今天这块单元呢 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幸福大视野的摆屏空间 通常摆屏空间设计的想法跟概念 会跟比较小的屏树不一样 小屏树呢 我们要着重在每一屏 屏销啦 还有空间的利用 不过像这样子大屏树的空间呢 它必须满足到 是屋主一家呢 这个成员生活上的需求 然后空间动线的规划 特别的是呢 今天我们要看到 位在新北市的别墅 它是六层楼的一个空间哦 我们就来看看设计师 怎么样用它设计的理念 把这个六个楼层串联在一起 位于新北市稀有的六层楼 138平的超大透天别墅 设计师该如何将空间有效地发挥 以美式风格串联一家五口的生活呢 其实今天呢 一大早我看到这个个案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蛮开心 而且很惊艳 因为它很少见 我以为像这种大屏宿的别墅 特别还六层楼 应该要到中南部以后才可以看到 没想到新北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房型 是的 非常难得 那在这个案子来讲 在新北市的一个屏宿 能到这么大的屏宿非常少 它的总屏宿是138平 然后还六个楼层 对 一共六个楼层 那每个单层面积都在25平 那以前我看到这样子的别墅 可能它单层面积10到15平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在我们设计时来讲 接到这个案子也非常惊讶 也非常的好发挥 对 单层有25平真的还蛮好发挥的 对 那我们在一楼的规划来讲 就是说我们从车库一进来 然后规划一个比较大气的玄关 那这个玄关地平 我不希望让它造成一般我们那种落差数 那侧库进来就是比较简单的 对 比较low的 所以我们在地平台上的材质来讲 特别选定了一个所谓的食材的拼花 来带动这个玄关的质感 那再加上一楼玄关 我们进来还有一个所谓的客房 以及一个公共的小厕所 所以这个玄关的这个机能跟设计感 我们都进入得到 收纳的部分呢 那收纳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一定有基本的一个鞋柜 以及这个所谓的鞋柜后面的一个储藏区 好 接着二楼的空间呢 那二楼空间来讲就是在于 所谓的一个小礼品入 我们的家庭式的 当时我们这个比较温馨 所以会有客厅 会有一个所谓的吧台餐厅 还有一个所谓的造景区 所以我觉得应该二楼是全家人 最常聚集的空间 没有错 是的 那三楼呢 那三楼部分因为它的 所谓的主要进出口是从我们楼梯上去 如果一般客户或是住户 他不是开车进来的话 是从三楼的地方才走上去 三楼 对 主要是一个大客厅 然后还有前后阳台 非常棒的一个接待区 所以我以为他们客人来的话 三楼的空间应该真的蛮舒服的 是的 好 四楼的部分应该进入私人领域了吧 对 完全跟公司分开的 所以四楼部分就是一个 除了大主卧室 除了一般我们生活的经验以外 还把一般饭店式的一些设计里面 导入在设计在它的主卧室里面 那不赖了 或许稍待会看得到 好 那五楼呢 五楼的话就是我们对话有两个小孩房 一个一男 一个男孩子 一个女孩子 当然它的 因为性别不一样 所以我们刻意在色调上 跟我们的一个用材上来区分 那男孩子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中型的材质 一种钢刷的木皮 女儿来放它就是比较公主房 可能粉色系 丁分一点的色彩 完全的区隔 OK 六楼 因为还好有电梯 所以租六楼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没有错 对 那因为六楼高度也特别高 它调高 所以它是一个规划成一个大儿子房 那儿子年龄层比较大 而且在楼上的空间来讲 也有比较多的附属空间 因为楼上基本上还有一个 它所谓的合适 欢迎人家同学来 朋友来 聚会 有的休息 有的玩乐的地方 那当然儿子比较大嘛 所以它的色系来说 就比较淡雅型的色系 那今天这个案子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会在新北市很难得 一个六层楼的别墅喔 是的 电梯吗 对 没错 我们先上二楼加热的空间